及时新闻综合报导 美国阿肯瑟州洛诺克郡 Lenauke County 一支服役多年的警犬派蒂 Paghti被诊断处理患骨癌 医院建议安乐死 让他不再受病痛折磨 24日洛诺克郡警局 于40名警销列队送别 长面哀期 综合外媒报导 派蒂是洛诺克郡警局的得力助手 自2013年开始协助警方办案 未料数个月前却被发现体力逐渐下降 常常双脚发染 诊断后发现已罹患骨癌诺奇 警长史丹利 John Staley考虑后 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 希望能减轻他的痛苦 洛诺克郡警局超过40名警销 24日在动物收容所前列队 向派蒂竞理送别 派蒂的搭档格拉比尔 Brux Grabel 亲自牵他走过队伍 一起走完最后一程 他不舍表示 谢谢你这么杰出 为洛诺克县居民带来不少贡献 能够与你共事是我们的荣幸 请安息吧 之后的任务就交给我们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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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